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4月25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今天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在外交上面 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都有一些进展和一些变化 首先我们看看荷尔松地区 据前两天乌军端了俄军49集团军的指挥部之后 那么24号乌克兰军队解放了赫尔松州北部的八个定居点 其中最大的定居点是凯塞利夫卡 那么现在俄军已经撤到了赫尔松的郊处 那么在网上也出现了很多乌军进攻赫尔松俄军的一些视频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 但是总体上赫尔松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拿了几个村庄 这些村庄战略价值不一定很大 不一定对战场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俄军放弃也就放弃了 因为在赫尔松地区 俄军基本上是个守势 这个乌军是个攻势 乌军虽然没有重装甲 还没有重型装备 但是人家就靠这些重炮 或者是单兵武器 在北约和美国的信息的指导下 人家进行反攻 围剿俄军 采取一个主动的攻势 俄军目前是一个守势 因为俄军受到重创 俄军的重点可能也是在 马里乌布尔和这个登巴斯地区 甚至往北哈尔科夫这一带 在赫尔松呢 他可能就守住 守住这个大桥 守住这个水源 那么在马里乌布尔呢 这个战斗并没有停止 我记得我有一期视频给大家说了 普京说停火停止进攻 他的意思是让这个俄军啊 把马里乌布尔的这个亚速干钱厂围住 一只餐饮都不要出去 但是并不代表不轰炸不炸 他只是不让这个俄军啊 去钻入这些地堡里面 那是坟墓 所以说马里乌布尔的战斗啊 并没有结束 双方还在交战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视频 这个车臣的网红部队啊 摄影棚被炸了 这也巧了对吧 这网上也很多这样的视频啊 这个大胡子啊 埋在这个瓦砾中啊 这些可能当时正在拍这个TikTok 或者是短视频啊 一发炮弹过来 直接命中啊 从此啊 这些车臣的网红部队啊 拍短视频也有风险 那么马里乌布尔呀 乌军啊 已经守了50多天了 应该是从这个俄军正式进攻 马里乌布尔到现在应该55天了 那么俄军啊 在55天里面都没有彻底拿下马里乌布尔 现在还有亚素干铁厂 这块硬骨头还没有啃下啊 怎么说 你都不能说俄军占领了马里乌布尔 因为亚素干铁厂是马里乌布尔的堡垒 你堡垒没有攻克 你说你把马里乌布尔占了 这个是叫自欺欺人的 因为对俄罗斯来说啊 你不把这个亚素干铁厂给它剿灭了 那俄军没有办法分身 就是说北上或者南下支援哈尔松 要么就是北上啊 支援这个邓巴斯地区 或者是哈尔科夫这些地方 如果啊 他在这个马里乌布尔有12个战术营 他能调动几个走 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守马里乌布尔的这个战术营 只有三五个战术营的话 那么就很危险 这个亚素干铁厂的这些乌军 夜间会出来活动 袭击这些俄军 所以呀这就要求俄军在兵力上面 必须要占有优势 否则的话 乌军也可以从外围啊 袭击马里乌布尔 所以总体上对俄罗斯来说啊 马里乌布尔是进有进步的 退有退步的 很麻烦 像个牛逼坛一样 那么呢 泽伦斯基啊 在基辅的一个地铁站是吧 召开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啊 他呢就讲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 如果俄军啊 消灭马里乌布尔的乌军 那么乌克兰就退出一切谈判 第二个是 如果俄军在赫尔松地区搞公投的话 那么乌克兰也退出一切谈判 这个事情啊 大家也仔细想一想 为什么乌克兰 泽伦斯基能拿谈判来要挟俄罗斯呢 如果俄罗斯不在乎谈判 对吧 我就是暴力武力解决问题啊 战场上解决 不想跟你耽误时间啊 不想跟泽伦斯基废话 那么泽伦斯基能拿谈判来要挟普京吗 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从这个逻辑去想的话 谁想谈判 普京啊 普京现在急于要谈判 因为普京急于要谈判 所以泽伦斯基才能拿谈判来要挟普京 懂不懂就是我不跟你谈了 不谈了 你要这样我就不谈了 你要那样我就不谈了 要挟普京 如果说普京不在乎谈判这事 没有任何谈判的意愿 那么泽伦斯基怎么可能拿谈判 能要挟着普京呢 泽伦斯基的这个顾问 是不是啊 又去马里乌布尔 说要跟俄军现场谈判 乌军的意思是要带着武器 离开马里乌布尔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俄军同意了 那泽伦斯基他有可能要提出新的要求 总之啊 谈判的主动权在乌克兰人手上 乌克兰人把这个俄罗斯啊 拿捏的死死的 所以说这个打一打 谈一谈 停停谈谈 打打 这个马里乌布尔呀 再花60天 俄军也拿不下 而且越往后啊 这个战场的变数越大 那关于这个登巴斯会战 现在已经第八天了 双方没有任何这个 就是可以拿出来说的进展 我们呢 说几个有意思的 首先第一个啊 俄罗斯又起火了 为什么说又呢 前几天不连接二连三嘛 一而再再而三起火 重要的军事单位起火 那么今天呢 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处啊 俄罗斯的大型油库群发生大火 大火照亮整个天空啊 就是叫布良斯克市 布良斯克是离乌克兰 大概是100公里多一点 那儿有大型的这个油库群 又爆炸起火了 据俄新社4月25日最新报道 俄内务部称啊 俄罗斯布良斯克市 一石油基地发生火灾 就证实了这件事情 怎么就这么巧呢 大家记不记得 我前几期视频说过的 我说登巴斯会战 乌克兰就要打不对称战争 对吧 你是坦克机群 什么机械化部队来攻击 乌克兰现在机械化部队 可能还比较弱 制空权呢 也没有完全掌握 在乌克兰大平原上 跟俄军对杠 不沾便宜 所以乌克兰最好是依托城市 打游击战 继续啊 消耗俄军 不跟他正面作战 正面作战呢 就比谁跑得快 对吧 你俄罗斯追 那乌克兰就跑吧 一跑吧 俄罗斯的战线就乱了 就形成一些突出部 那么乌军再反过来 把这些突出部啊 俄军给包围 予以歼灭 乌军最好的办法 就是打击俄军的布局线 甚至啊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 这是我在视频里说的 你看 果然 乌军就开始攻击 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了 这个跟 这个什么 比尔格莱德是不一样啊 比尔格莱德离俄乌边境 大概30公里 那个是最后一个这个补给基地 中转站 现在呢 炮火已经延伸到俄腹地了 俄乌边境100多公里了 这个叫布莲斯克州 下一步啊 就往俄罗斯境内 300公里 500公里 俄罗斯全境内的所有的油田 都给它炸 凭什么打仗 只能在乌克兰领土上打啊 对吧 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完全可以袭击 俄罗斯的本土 我炸你的油田 炸你的军火库 炸你的军火库 炸你的军事设施 这是天经地义的 这就是反击侵略啊 反击侵略不一定说 飞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反击啊 随着啊 这个美军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些 最先进的啊 武器 比如说那个什么凤凰幽灵 无人机 这个无人机制空时间长 能飞六个小时 飞得远 关键它攻击力很强 便携式 一个单兵啊 一个背包就能背走 然后呢 垂直起飞 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你说用这个凤凰幽灵无人机 攻击坦克 有什么意思啊 不可能的 对吧 攻击专甲车 那目标都太小 这种凤凰幽灵 攻击的就是 俄军的将军以上的指挥员 攻击俄军的大型的这个军火库 油库 大概专门运油的专列 后勤补给的这些专列 这个价值高 美国给乌克兰支援了 121架凤凰幽灵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很小 俄军很难把它打下来 那么这个深入俄军腹地 300公里 没有问题 就是意味着啊 俄罗斯边境线 300公里以内的地方都不安全 我们再看一个信息啊 还是这个 俄罗斯的叫布莲斯克州啊 这个俄媒报道啊 在布莲斯克州 铁路养护工 在检查铁轨时 发现捆在铁轨上的 简易爆炸装置 当地警察和工兵 赶到现场处置 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这个看这个图片啊 也不像是军容的炸药啊 这就像是这个自制的 这显然是要 绑在铁路上炸路过的 这些油罐车的 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乌军呢 这种特别小分队啊 已经渗透入俄罗斯境内了啊 已经渗透了100公里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俄罗斯内部反战人士 或者是被乌军 甚至被美军收买的人士干的事 不管是谁干的 总之是攻击俄军的不仅限 大家可以看段视频 这个视频显示啊 就是在赫尔松啊 至马里乌布尔的铁路两侧 对吧 有很多俄军的专甲部队 你这么一看就知道了 俄军是派出了这个专甲纵队啊 重兵巡逻 这个铁路线两侧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不仅限 这条铁路啊 据说是从赫尔松到马里乌布尔的 如果这条铁路被炸了 那赫尔松和马里乌布尔之间的这个联系就断着了 那从这点可以看出啊 就是俄军啊 加强了这些运输不仅限的这个防御 只能这么看嘛 所以啊 我刚才说这么多 实际上这个战场的态势啊 正像我以前视频里跟大家说的一样 双方攻防重连啊 转弱这种后勤不挤 因为对乌军来说啊 真的没有必要跟俄军面对面的硬杠 除非你发现自己占优势 那你就跟俄军硬杠 剩下的啊 根本就不需要跟俄军硬杠 俄军只要坦克专甲部队一来 乌军就要撤退啊 就比谁跑得快 如果俄军不追 把这些阵地啊 占领了 把这些村庄小镇对吧 占领了 那乌军就是骚扰吧 小分队继续骚扰啊 打击这些俄军落单的这些专甲车 或者是后勤不起线 对吧 那么没有必要正面跟俄军硬杠 因为乌军的装备 现在吹的说是坦克数量都已经超过俄军了 这些都是心理战 实际上很难 乌军的重装部队 即便美国北约给它配齐了 当然要形成战斗力还要点时间 这个据说啊 法国的叫凯撒大炮 榴弹炮已经给乌军提供了 而且呢 乌军派了40名士兵军官到法国去接受培训 大家知道这40名是教官 他培训完之后再回到乌克兰 再教别的士兵 他们是教官 叫他们使用法国的凯撒大炮 虽然乌军有20万部队在接受训练 但是他们要形成战斗力 也要时间 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部队 这些装甲车啊 这些重炮都需要一定的知识 还有操作经验 实战经验才能有战斗力 一个坦克 你让一个新兵弹子去开 正常情况下他可能开没问题 但是一旦遇到战争估计他就得开到沟里去 他可能就趴窝 所以他不训练过半年 是不行的 没有办法行政战斗力 俄罗斯啊 说在顿列斯克俄战区开始强行正兵 那些清俄人士统统的抓了部队去当兵 这样也好 这些清俄人士啊 不能关在网上伸援俄军 你也得实际行动 加入俄军 因为俄军需要啊 俄军他不敢在国内正兵啊 动员啊 所以他只能在这个乌克兰 乌冬地区 抓这些清俄人士 抓钻钉 那么乌克兰结合自身的实力 最好的打法就是跟俄军啊 玩猫猪老鼠的游戏 因为化整为零 打击俄军 这个以前啊 在俄军唯控基辅的时候 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 是管用的 那么现在继续采用啊 乌军的重点应该是打击俄军的不极限 俄军国内的这些交通虚拟 这些这个油库 油田 军后库 兵工厂 应该统统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第二个就是炸毁 俄乌边境的 所有的铁路 桥梁 公路 所有的硬化地面 全部给你炸掉 对吧 那就用那个M777啊 还有什么海马斯啊 还有那个法国的凯撒啊 这些大炮 射程都是300公里的 就用这些炮来 炮弹都是十几万发的援助 根本就不用担心 没有炮弹 广告 俄罗斯 乌冬境内的 所有的道路 桥梁都给炸掉 不要心疼 对吧 全部炸毁 所有的铁路线 美国援助的那个唐翻刀600 唐翻刀 都是几百架的 留着它干什么呢 就得炸这些地方 如果你把乌克兰境内的 所有的铁路 这些什么公路 全部给它炸掉 对俄军的造成的障碍 远远比乌军障碍要大 对吧 因为俄军全部是依赖 机家化部队 专家部队的 乌军呢 你靠的是小分队 靠的是腿 靠的是皮卡 靠的是摩托车 那个机动灵活 对油料的这个依赖 远远低于俄罗斯 这样呢 俄罗斯的这个后勤部阶 将这个大问题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 支撑它这个什么 乌冬会战 什么邓巴斯会战 坚持不到一个月 它就要内乱 俄军可能就要溃败 坦克没有油了 它怎么打仗呢 所以啊 我觉得啊 现在你看 乌军已经开始袭击 俄罗斯本土的 一些大型的油库 尊实目标了 那么接下来啊 等到这个 法国的这个什么 重炮啊 美国的这些大炮啊 到位之后 我认为啊 乌克兰可能重点是 轰击这些道路 桥梁 这些后勤部级 无差别轰炸 把它全部炸烂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嘛 反正战后重建 都是一样的 路要扒掉重修的 房子要重盖的 就相当于棚改嘛 货币化安置 到时候把恒大呀 融创这些爆雷企业 引进到乌克兰 一两年就帮它盖完了 只要它给钱 只要北约援助它 给它贷款 两三年 一个崭新的乌克兰 就建好了 这样啊 俄军十万精锐 可能全部要 战送在乌克兰 他回不去的 他没有办法撤回国内 你靠那些单兵的 两条腿走回国内 是吗 只能就地投降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外交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 单地时间24日 到访基辅 并与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会晤 乌克兰高级官员证实 泽伦斯基在与 布林肯和奥斯汀会面之时 向西方施压 要求提供更强大的武器 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本来是说 传言 拜登要亲自到基辅来 要跟泽伦斯基会谈 拜登也要到革命圣地 基辅来朝圣一下 但是为什么没有来呢 派了国务卿和防长来的呢 这里面可能有些学问 有玄机 有人说是不是拜登害怕呀 万一这个俄罗斯给他来一颗超音速导弹 把他飞机打下来了 然后说是误诈 那就麻烦了 对吧 所以拜登是从安全考虑 现在不去这个基辅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靠谱 这种安全隐患是有 但是呢 不足以能吓住拜登 因为到基辅的这些外国首脑 很多啊 包括北约的 包括欧盟的 对吧 英国首相优翰逊 不都去了吗 拜登去 也不多他一个啊 以前那些 约翰逊 俄罗斯都没有把他打下来 也没有炸他的火车 那为什么就偏偏要打这个拜登呢 再说美国 他有一套这个什么 继任的制度 对吧 你把拜登炸了 他后面马上就新的总统 对吧 国家他不会乱的 没有用啊 你把他炸了 没有用啊 他不像独裁国家 你把普京干了 那这个战就结束了 可能 你也把拜登打下来了 那可能那就对美国宣战啊 不会阻止美国这些政策的 所以说没有意义 对吧 我认为啊这个说拜登安全考虑 不去的这个 可能也非常小 我倒是觉得 拜登认为 时机没有成熟 因为拜登到基辅 那么这个标志性的意义 更浓一点 拜登如果亲自到基辅了 那就意味着啊 某种程度上 意味着可能 乌克兰要对俄罗斯 叫决一死战了 就是发动反击了 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 而且呢 是十拿九稳的 基本上要胜利 拜登是亲自去打气 做战前动员 拿着都是礼物啊 各种条件 来给这个 泽伦斯基打气 不要怕 大胆的干 要多少给你多少 但是现在 拜登不去呢 肯定说明这个 时机不成熟 指望着乌克兰 现在就发动反攻 把俄军给他围歼 或者赶出乌克兰 目前来说可能力量是不够的 条件不具备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 拜登啊 不想过早的结束战斗 要把俄罗斯继续耗一耗 双方接着打一打 把俄罗斯啊 往泥潭里再拖一拖 所以他就推迟了 自己不来 让布林肯啊 和这个国防部长奥斯丁来一趟 那么来了 他也不空手啊 对吧 带了很多大礼包 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吧 现在已经有40个盟国 答应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那就意味着俄罗斯啊 普京是一个人对付40个国家啊 普京怎么赢得了呢 现在可以说是美国和乌克兰 在撑这个俄罗斯啊 对吧 好他啊 熬啊 熬阴 总之普京是想进进不得 想退退不出来 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普京是特别盼望着和谈 给他点面子啊 给他一个台阶下 大哥要面子 要脸 显然 拜登还有泽伦斯基 没打算给普京台阶下 接下来啊 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的 俄罗斯国内油库示火 军事单位发生爆炸等等 甚至某些重要的桥梁 枢纽 铁路桥 被炸 这样的新闻肯定是层出不穷 应接不暇 我们拭目以待 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